親愛的徒兒 你還好嗎 那接下來這個掛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有意思 那你說夠掛 夠掛 夠掛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 邂逅邂逅的這樣的說法 就是在講這個風吟集會 因為這個掛它是天在善 風在善 這個天風吟 我們看到這個掛 它只有一個陰謠在株六 然後其他上面都是陽謠 所以它是這個外掛 就是一個陰謠在這上面 被截斷的時候下來 變成夠掛 然後這個夠 因為五陽 陰陰在最下面 那最下面已經是由下往上發展 所以這個陰謠就變成了 三千寵愛集一生 上面的五個陽 大家爭相寵愛這個唯一的一個陰謠 所以它這個字就是一個女 這個皇后的後 就好像三千寵愛集一生的皇后 所以這個就是它夠掛 我們從這個字面上就可以來做一個了解 它就這樣有性質在 好 來我們請大家先把經文來讀一下 那 unusual 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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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 夠 你 夠 hoch 你 武 佛欲也,柔欲剛也,勿用俱律,不可於長也 天地相約,請勿全當也 剛於中正,天下大行也,夠之直立大理哉 向远天下有风 够 厚礼师命 够四方 初六 细于精明 人体有忧望 见凶 雷石不知足 向远 细于精明 柔大天到清明 柔大天到清明 包有余 亦不及兵也 九三 何无书 其行赐君 律于无大旧 向远 其行赐君 行为千年 九四 包无余 其凶 向远 无余之凶 愿明也 有余 亦不及其 包花 寒脏 由云 自天 向远 九五 寒脏 终正也 由云 自天 事物的命言 上酒 够其脚 令无咎 向远 够其脚 上穷令也 好 这个地方 女状 所以这个女状就是代表说 这个唯一的一个阴谣 就是这个女 她三千 宠爱及身 所以叫做女状 但是这样子的女孩子 是你可以宠爱她 但是不是最好的太太 老婆 所以叫做勿用情 所以这个地方也长得很清楚 好 那天风侯 这个后语 私命告示 这个如果说 以这句话来讲 就有点在讲说 这个跟道一闰 就是你私命告示上這個唯一的女皇女后女皇后 她在花號施令 好的 今天我們慢慢來瞭解一下 來 我們先從這個畫句來做一個瞭解 終於的畫句上 共掛與外掛為鄉中的儀掛 定際外掛而來 敘掛曰 絕必有慾 故受之已夠 夠者欲也 外掛是舞陽與義陰 跨清界線並處覺義陰 構掛則是亦因重新又與舞陽相遇 所謂分久必合也 重點在於極限構相遇的意思 構掛的思考如何讓人生的機遇成為善因緣 所以我們的構掛的思考 就是白羊意要啟發我們的 就這一個掛的一個很重要的內涵 叫做人生的記憶 就是說你突然會跟誰相遇 這個有時候是沒辦法 事先一定 所以這邊意思就是說 相遇的人是你從來不認識的 那突然間公贏祭會 大家記在一起 就像你還沒來這裡之前 我們跟大家有見得認識 你來了豐延祭會 這個也是一個人生的距離 讓大家能相聚在一起 相聚在一起 要讓他每一次的相聚都是最好的相聚 善因緣 這個就是白羊意所要啟發我們的 那要成為最好的相聚 這個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人生就是各種的應言的組合 所以如果我們讓每一次的相聚 都是最好的相聚 那這個需要有一些智慧 去經營我們的人際關係 好 好 再接下來 掛下 上前天下遜風 唯天下有風 風情天下 皇后告密天下之下 所以相曰天下有風 夠後以施命告四方 意思是說 好 垢掛得內涵 心下有風 吹遍大地 陰陽交合 萬物茂盛 夠即夠 陰陽相遇 萬五陽一陰 好比五男遇上一女 對南陽的影響反而更大 思考點 原本是一群男生在一起 如果加進來一女 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個地方讓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 因為它這裡就一群男 代表五個男生 然後 對我們可以想像這樣說 一群男生 好 那突然間加進一個女男生 這是一個陰陽 它這最下面 所以這個 這個女孩子一加進來 這五個男生突然間都變得很深屍 因為真相給孩子好 給女孩子好的印象 原本這五個可能風花血月 隨便什麼話都講 而且甚至那種行為非常的豪邁 然後這個沒有任何耶穌檢點這樣 路跟南在一起 什麼話都可以說 什麼話都可以 什麼事都可以做 那突然間一個女孩子進來 那這個整個影響就會變得很大 每個人都好像變得很深思 所以這個影響是往好不妄命 往好不妄命 就是說五個人的行為就會受到影響 往好不妄命 好 所以這個夠有卸夠 就是五個男的跟一個女的独愛卸夠 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來我們讀一下 夠有卸夠的意義和的意思 也沒有交夠的意思 這一卦 潛在上風遜在下 所以叫做天風垢 有五個羊瑤一個陰瑤 可以很形象地構成五男一女 此卦陰瑤在初瑤處 初瑤的位是陽位 因此是陰瑤居陽位 本身就有躁動之下 所以五個羊瑤都會受到一個陰瑤很大的影響 對 五個羊瑤都會受到陰瑤很大的影響 現在就是說 這個五個羊瑤一個陰瑤的相貴 這個象徵人生的一種特殊的記憶 然後這個影響 這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它的影響對很自然的 從好的方面來發展 所以五個就會變得 五個男的就會變得很真實 那大家爭相討好這個禮拜 所以這個禮拜就變成 三千床愛己醫師那種感覺 這個影響就是一個風雲敬慧之下 剛好這樣相貴 相貴一種雞蛋的影響 來 繼續 第 國外某飲料店名是 不歡迎只有男士的群體來電消費 唯一的陰瑤在初瑤是基礎位 是藝化中最重要的位置 陰瑤居於此位 有強壯之下陰瑤居最基礎的位置 就像是房子的地基不老 被水浸泡 而這一位置的陰瑤 是有隱隱然向上侵犯的趨勢的 就像被水浸泡 逐漸向上而變軟 因學起餘下 而群羊不能抵擋之勢 垢掛式代表一個昏道應運的時代 好 某飲料店其實是在日本 日本有一家飲料店 然後他貼紙有告訴說 不歡迎只有男士的群體來消費 因為如果只有男士 就是大家在一起一定很羨慕 什麼話都會講 這個 而且論紅紅的 因為沒有一個女的家進來的話 那這五個男的已經是落在天 類似這樣子 那如果說一個女的家進來 哇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就好像這個畫像 因結起一下 情陽不能抵擋 這有點像我們講的 那大家爭相去討好這個女的 三千寵愛 即生 所以這個畫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的畫 來 我們讀一下這個畫 邂逅 女子過於主動強勢 則不宜娶這個女子 好 所以這個女狀 這個狀字是用來形容說 這個女的在這個五本男的當中 她會 第一 她將爭相討好她 寵壞她 被寵壞的女孩子 是不太適合其他來當老婆 意思就是 她只適合當公主 不適合當太太 那所以勿用其謂 另外一個解釋是 這個女的過於主動而強勢 這個狀有主動強勢的意思 主動強勢其實也未必是一定是不好 不要看這些女孩子的德性 如果這個女孩子的德性非常好 將來對這個家 對這個以後的孩子也是非常好 沒有福德這種表 所以這個女狀應該是說 一個女孩子如果被寵壞 那確實是容易變成 叫做公主病 公主病 大家應該聽過 就被寵壞的女孩子 被公主病 那所以像這樣的女孩子 我們這邊講說勿用取女 她是在形容這個 聽風鬥的那個狀態 就是這個唯一的一個嬰兒 就是那個女孩子 上面五個嬰兒就是五個嬰兒 那這五個嬰兒跟一個女子在一起 這個女的施幣 會變成好像皇后一樣 三千寵壞祖子 這樣子女孩子如果久了被寵壞了 那性格上不會 變得 再不能夠像女孩子 應該有柔順嫌俗 那種類型 好 所以 女壯毋用取女 我們看看這個 白雅蜜答案 購五卦 四十六 天風購 有德君子 學道謙遜 寧容於意而見 不須交以為貴 異性以動之人 立民可食小人 建立忘死者貪 好這個白雅蜜答案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他這邊就把那一座曲話 講得非常的閉疲 譬如說一個你的家進來 這五個嬰兒的 五個嬰兒的就會變成 他們好像在學道謙虛裡面 因為真相展現那一種 聲勢的風度 來討好這個問題 也有一個 這五個人在一起 可能亂哄哄的 行為即止 都沒有什麼 約束這樣 可是一個你的愛 每個人都像我們這樣子 學道謙虛一樣 展現那個 那個 聲勢的方法 好 那但是呢 接下來這邊講到說 寧容於意而見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在 這個 等於說 在人生的記憶上 人生的記憶上 風雲記憶會是人生的相互 記憶 我們 不要讓自己 跟人的相互 變成 不是善因緣 而是不好的因緣 所以寧容於意而言就是 劍是往 悲劍就是往不好的方向 讓自己愈來愈往下 變成 的一個方面沒有幫助 這個就是劍 好 那 所以不虛交為會 這個 我們不要說為了追求這個外表的稀容 而讓自己愈來愈來愈悲劍 而讓自己愈來愈悲劍 然後也不要因為 為了追求高位 高位就是貴 而讓自己愈來愈 就是虛交 就是虛有其妙 只有外在的驕傲 那種驕傲 那就是虛交 然後應該怎麼樣 異性動自人 就是跟人的相系 應該以異性 誠性跟性 就跟這個異意 盡止異意 異性異動自人 然後立民可恤相遇 不要像小人一樣 你只要給他一個名位 給他一個位子 他就會求你的話 或是給他一個利益 叫做建立忘實主談 就跟人的相系 要記住 跟人的豐盈聚會 要記得 要有自己的品質 不要為了得到一點 這個外在的一種榮耀 就犧牲了自己的品質 然後也不要因為 得到一個虛假的名位 而變成驕傲 也不要因為給你一點名 你就跟著他走 像小人一樣 也不要看到一點好處 就忘了這個危險 那個時代的危險 直接那個貪念大 應該怎麼樣 異性動自人 所有的大家能夠在一起 己心動念 都應該肚子生命 而且要有那個智慧去分辨 那這個就是我們構畫 基本上所講的 來我們讀一下 有的君子 如何在人生的偶然洩購中 留下美好的印象 首先在態度上 要有學道般的謙遜 不卑不亢 而不求不義之財 不虛為交涉以求得高位 待人誠信而正義 展現的是智慧與仁德 不會像一般妄見利妄義 他得無厭只求名利的小人 所以這個就給我們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我們跟人生的親密 跟一些不管任何人相跪 即使達官貴的人 即使默默無名的事情消滅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堅持 不要見到明慰而高的人 就忘了自己的 那種應該有的那種堅持 這個不卑不亢 就是一個堅持 他有他的堅持 他不會因為你是一個高官者 他就變得悲攻悲起 那有他的堅持 應該有的那種鼓起的堅持 也不會見利妄益 也不要虛偽交涉 人與人之間在一起 就是誠信相求 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了解了這個話之後 我們大概知道他要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人生的記憶 在人生的記憶當中 我們怎麼樣是經營的善因子 那基本上當然要有一些 掌握還有堅持 來我們看看這個初六 初六 細於經營 增集 有優往見胸 雷屎 雷屎 扶直逐 初六搖 象徵愈合之時 應當像細在金屬煞車器 將車子停好守盡 堅持正道而不便 可獲吉祥 若急於有所前往 必將出現胸淺 像瘦弱的母豬一樣躁動不安 是不行的 這邊再講一個情況 氣於精靈 精靈就是煞車 煞車器 那這裡有點像是什麼 就是一個比較很躁動的人 遇到一個比較慢狼中型 但是他事實上他 他會扮演一個煞車的角色 讓這個躁動者 不要變得躁動 也變得 得取忠 所以這個叫做 細於精靈真詞 這樣子 如果他們 使用這種 一個快跟一個慢 兩個相異 這個是一個忠道 就會變得吉祥 那有優往見胸 如果 這種情況下 就算那個躁動者 躁進者不依 這個 所謂的 細精靈 這個煞車的作用 而極有所前往 叫做有優往見胸 必將出現修行 雷死 服辭 意思就是說 就像那個 瘦弱的母豬 一樣躁動不安 是不行的 瘦弱的母豬 瘦弱的母豬 代表 牠呢 要 豬如果瘦弱 應該是 要養育小豬 這方面 雖然你看起來 牠瘦弱 但是牠 躁動不安 因為 要養育小豬 通常都是比較 怕人家靠近 就是 躁動不安 這樣子是不行的 所以 第一個 相遇的一個狀況是 這一個 第一個要是陰陽 這一個 女孩子扮演的一個煞車的角色 這個煞車的角色 對 這個 相遇者 這些人來講 那是有幫助的 讓他們 不要太 躁動不安 這是 我們可以這樣 用剛剛的那個情況來講 他是五個男的 突然家靜人 就像那個 告示牌講的 本店不歡迎 一群男生來消費 你說說 如果五個男生 或是多少個男生 沒關係 你有一個名的家靜 這樣子大家 就會比較生死一點 那個 那個踩煞車的作用 就是那個 男的就不會 好像 師叔報收一樣 變得 躁動不安 因為五個男的 如果 在那邊 店裡可能會鬧翻天 沒有任何一個激素 對不對 但是一個女的家靜人 他自動就會 這個 煞車的作用 就像那個 煞車的精靈 細精靈 精靈就是煞車器 那就有個煞車作用 那煞車作用呢 如果他發揮不了作用 那就會兇 煞車發揮的作用 會爭執 就會變得比較好 好 所以 如果接待 謝購義盒的重要賓客 來我們 來讀一下這個 除六搖 是購畫的唯一 金條 是女狀之畫 所以 除六搖 講的 愈合 是除四的 卸購 女人 如果比較 積極主動 應該 細於精靈 增擊 以金屬座的 煞車器 將車子 停好 綁好 限手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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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線 過道的女人 比較柔碎 可以幫助 男方 守盡 不要 照盡 如果 其 有所進展 就會 像 殘弱的 豬胡燥而 亂跳 必有 兇險 不得 此遙 是指 遇到的女人 不要 照盡 取核 否則 會有 兇險 來 你的解析 重點是 在柔弱 女子 遇上 剛強 照盡的 男子 剛柔相近 反而 可以往 學道 謙遜的 方向走 不至於 只落在 名利 富貴上的 爭奪 但如果是 剛強 主動性的 女人 此時 男方最好 不要太照盡 否則 亦有 兇險 我們的白羊 第一個謠 叫做 邪道前訓 其實他這邊講的 就是 類似這樣子 就是一個 剛強照盡的男子 因為他是 五個男的 五個羊羊 所以他是很方強照盡的 所以這五個男子在一起 突然加進一個 你的 這個你的雖然柔弱名字 但是 他就 產生了 煞車作用 叫做 細與精密 這種煞車作用 可以讓 這些男子 往 學道前訓的方向走 就會變得很 很紳士 本來 這是你的 還沒來之前 這五個男人 風花、雪月 什麼顏色的笑話 都這樣講 突然間 這個 你的一來 這五個男人 大家都變成 非常的 生死 好像在學道 這樣非常的謙虛 那 產生了一個 很好的賞車作用 叫做 細與精密 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邪構 要由 好的方面走 就是我們這個 顧瓦斯在講 如何讓每一次的相遇 都是一個三因緣 像這樣子的相遇 就是一個三因緣 三因緣 就是往好的方面 變得 學道謙信 很有禮貌 很紳士 這樣子 這個就是往好的方面 如果說他不能產生 這種煞車作用 這五個男的依然照見 那就是 代表這種邪構 沒有經營很好 不能夠剛柔相激 就是太照見了 好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 五個男的跟一個女的 這種相會 所可能激大出來的 再來 第二條 來我們讀一下 九二包有魚 舊不利 兵 九二包象徵所欲本 那一己有 就像廚房中突然出現了 一條魚沒有禍害 但若具為其有 用它來選 寧可必將不利 好 從第二條開始 都是揚揚 所以這個時候 就代表 不是像第一條那樣子的 南米相宜的那種邂逅 現在變成跟賓客的邂逅 這是這個 包有魚無就不利賓 那個賓就是賓客 就人生的記憶裡頭 像這樣的情況應該會很多 突然有客人來 這個就是賓客 那我們都知道客人來要生盡如禮 就是免代之以禮 那這種 驗客 是有一個禮的 那應該注意的是什麼 這邊講包有魚 但是呢 不利賓客 為什麼 因為我廚房當中 本來沒有突然出現的一條魚 因為有賓客來 我拿它來想 念想賓客 就是說這條魚本來不是我的 我可能為了要 招待這個客人 所以我特別去買了一條魚 或是借了一條魚 或是抓了一條魚 那本來不是我的 所以這個代表說 我本身沒有這個能力 但我就強衝著我有這個能力 就是我本來就沒有這個魚 那現在假裝成我有這個魚 那就是不夠真誠來代客 所以這個九二是跟一個賓客的相遇 那我用不是我有的東西來接待它 那這樣子呢 代表我沒有那一份真誠 因為我本身沒有 那為什麼一定要裝這個魚呢 好 所以江澄未成之際 他有哪些需要關照的 來我們看看這個問題 對不對 主要的邪購是指遇到了女人 主要是指遇到一般的逼客 該如何來以對 當然在夜客之道上 一定會有夜客一項 此時要注意 不要拿不是自己的東西來招待客人 好處也不是自己的魚 他代表自己沒人偶魚 但卻拿來衝鋒是其有的 用來接待客人 這是不好的 將有不利的一起的事發生 是 自由是多 處自邪購的代客之道 因真誠以待 不要欣賞 白衣補充 對於如意的榮華 銀可守明見的不清聚 讓法實至遇到 成為一切不許的先鮮君子 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 白衣裏他解這一謠 他是把他解成說 為什麼這個人 人家客人來 他卻拿他所沒有的來招待人家 就是構成成 第二 他為了要討好這個人 希望這個重要的賓客 給他幫助 或是給他帶來榮華富貴 所以白衣裏這邊才會 他的掛詞 他的謠詞就這樣說 凌容於義 而怎麼樣 凌容於義而見 而見 就是說 我寧可守住品見 也不要為了這個榮華 做一些不夠真實不義 就是說 我寧可做一個 一戒不起的千千金子 也不要為了討好 裝作自己 他這樣擁有很多 自己不是自己的東西 讓他招待人家 所以這個就是 想說 你跟一個重要的賓客卸購的時候 不要想到說 那我要趕快來討好 希望從他身上得到好處 對 那是不好 好 再過來第三 九三豚無膚 其次因四也 其五大舊 九三搖 象征所謹 就像本部沒有皮膚 他的行動 將至於難盡 有危險 但終究不會有大迫害 好 因為這個卦是講卸購的卦 那這一次卸購到的是什麼 是一個不適合的人 但是又勉強在一起 那會造成我們的行動 變成很難 有所前進啊 進退都會不困 動輒得救 然後有危險 就像頭部沒有皮膚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走也不是 做什麼事情都很難 這些事情 不只是說你卸購的人 你很難跟他相處 那就趕快保持機會 不然會有大迫害 會不會遇到這樣的人 來 這個叫做 卸購之人 以自己來契合 該如何應對 好 來 我們來讀一下 九三搖指的是 卸購的人 與自己並不契合 所以說存無膚 因為不契合 勉強在一起 就會像皮膚 沒有皮膚 行動將自取 男性 而不利的 中選發生 這時最好的處理方式 就是保持一般的朋友之交 不要成為合作的夥伴 將來就會因彼此有了千半 反而會是自己不利的凶險 白影將這種男與人 替合的人為之虛焦之恩 要去除虛焦 才能與人與天相契合 我們培養役 在這個地方直接跟你講 哪一些人是比較難相處的 而且你很難跟他有所契合 這種人通常我們稱為虛焦之人 虛焦就是外表 看起來好像很華麗 很美好 但事實上內在是很空隙的 就像我們講的草包這樣 沒有什麼內涵 外表也穿得很華麗 另外呢 他是一種感覺不如人 卻裝得很驕傲 自己很鹹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叫做虛焦 那這種人不會講大話 但事實上都不實質 一開始也許外表吸引力 你跟他在一起 但後來發現 他其實 並沒有他所講的那麼好 一切都好像是虛焦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 相處上會有一些 開始有一些不棄合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要素講 卸購之人 與自己安契合 那這當然最好保持基地 可以投資焦就好 不要成為合作夥伴 以神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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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過來 第四遙 九四八無魚請修 九四遙象徵 失去了本因相遇合者 就像自己廚房無魚 卻取別人的魚來厭客 若興起爭執必有兇險 其實這個魚只是一個形容 一四遙也是 在接待客人的時候 把別人的魚拿來厭客 然後被厭客 被這個賓客發現 說我們不夠真實 所以這個時候 起胸 必然起真實而又修行 其實這個魚只是一個形容 但是我們跟朋友相交相會 成為朋友的時候 日久見人性 慢慢人家發現 可能你的不夠真實 做了很多事講了很多話 其實都不太分別 講一套做一套的意思 那很多講過的話 最後都不了了之 或者是說 把別人的東西來當作自己 所有的然後給別人 有時候孟子 就像孟子講過的 他說如果有人來跟你借東西 然後你沒有 但是你借個人站上來 他在等著整個裡面去拿 結果他是跑到隔壁去借 借來給你 他說這種朋友是 不是在幫助你 這種人是為了討人 因為你是想要借東西 他沒有就應該說你 但是你借這個人 說有有有有 你等一下 但事實上他是去借給你 借人的來給你 就像你是找你的朋友 跟他借東西 他去跑去隔壁的身份買來給你 他沒有自己買人的來給你 但借給你 那這個就是明顯 他有討好的行為 有一天當你發現 他原來是這樣子的時候 雙方就有可能起爭執 這樣的爭執是不好 祈求必有修行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代課五大福 所帶來的修行 來我們等一下 九二搖與九二搖的情況相同 但照清之後的結果就不同了 九二搖講卸購賓客的接待 因你成相待 不可將自視自己的魚拿來盡客 九四搖則是說 如果真拿不是自己的魚來盡客 有一天如果被賓客知道我的不真誠 為其的真職反而會帶來兇險 不得使用 是說邪購的賓客 你平常到待客 不需特別加重禮遇 若超過自己所該有的內容 反而顯得不夠真誠 而有兇險 白羊孕者警惕說 會失去已成待客的心 通常是在遇到危難時 臨為妄欲或是態度上 今交惹來為人的厭惡 結果通常是可悲而留下惡名的 所以不夠真誠待客就是這種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個卦告訴我們經營每一次 人與人相遇能夠留下美好的善因緣 那要留下美好的善因緣 他的重要條件是在於一陣待客 在於那陣正職 那不管是虛交 不管是所謂的臨為妄議這些 或者是待客 超過自己所擁有的內容 這些都不夠真誠 剛才都會留下惡名 好來 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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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包觀 韓章 君子 山聖 何鉤所持 靠直 靠直 有靠直 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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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手 靠直 靠直 就相用啟墓之夜包住甜瓜 內含張美 如此必將有加益從頭的各 好 像九五窯就是一個 他很有內在的美德 代課禮外監禮 代課之道也剛剛好 然後又內在的美德也得到彰性 所以叫做禮外監禮 韓章 韓章就是有內在美 然後以起包瓜 這個就是代表說內在有美德 然後外在用的起物也包出的結果 其實他在形容就是說 九五是一個主人 這個主人不會代課 他代課是禮外監禮 恰到好處 客人覺得很好 主人也做了九大好處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日本人的相遇上次有第一次 我們希望一個接待給他們的感謝 就是禮外監禮 剛剛我們也沒有弄得特別華麗 煮得特別豐盛 我們就是家常菜很簡單的 但是你有吃到你就知道 他們也是很開心 主人把他的誠意展現就夠了 不一定說 藉著多華麗華美的美食 這樣才可以展現我們的誠意 其實不進來 那麼這重要 然後最後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 離開的時候 看他們都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禮外監禮 這種就是那一種美好的相意 你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嘉義一樣 就是我嘉義從天而降 這個隱就是隱石 從天而降的東西就是 由隱至天 就好像這個美好的相意 好像是上天的巧妙案 從天而降 好 如果讓代客知道 禮外見面 來 求目至尊是尊貴 人是一位領導者 切勾的賓客一定也是大人物 這時如何代客 重點是要真誠而有內涵 把衣體包包看長 用情不解放情緩 內涵很美好 也就是主人的代客 禮外皆美 代客宴情也很得體 民主敬歡 當然能得到很大的好數 雙方的邂構 就像從天而降的嘉義 美妙天成 將成就國家很好的外交 好 禮外皆美 這種代客是 好到有點像上天降下來的美好禮物 好 來繼續 白雅義則補充 代客切記以名利來吸引人 一切一理而行 與真誠相對待 必能有美好的結果 我們代客知道用真誠 可能是用給你什麼名利來吸引你 跟我成為好朋友這樣 不是學家人 這個就是真誠相待 走得到尾這一個卦其實都是在講 真誠相待 是人與人之間 要經營美好的人生的記憶 人生的記憶就是說 我第一次跟你相見 這個叫做記憶 如果是我們已經認識的好朋友 大家常常在一起 那個叫做朋友朋友之間的比卦所講的 那個只是交友之道 那這個構畫就是人生的記憶 叫做風吟祭會 風吟祭會就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你 你也沒有曾來沒有看過我 我們第一次見面 所以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第一次跟日本人相遇 有這樣子的影響 這個叫做風吟祭會 這種相際最重要就是那一份真誠 真誠相待最重要 好來上九 上九陽象征立合之道已達窮集 就像已經進入處於頂端而狹小的角 將有汗齊但終無迫害 好 鬥起角 就是已經到達頂端 就像牛角尖的那個角尖的地方 然後進到了狹小的中 但是這樣子反而就唸 就是變成格級很狹窄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在朋友之間的記憶當中 給他設下限制 有分別了 就是什麼樣的人我才願意接見 我才願意跟他相遇 這樣子的話 代表我們義和之道已經打於窮子 就變成越來越狹隘 叫做頂端的狹角 這樣子 就會有所遺憾 就叫做牛 無救 但是一個人 他義和的朋友越來越少 其實反而可以避免掉一些危險 所以叫做無救 因為你結交的朋友多也有風險 裡面如果有一個兩個人是有問題的 那也會帶來風險 但是各有各有各的問題 就是說你太狹隘了就會變成內 你太開放了什麼朋友都交 就也會有風險 所以這個問題叫做鑽牛角尖式的代課之道 如果見立就不怕死 就會因貪心落入鑽牛角尖跳舞出來 所以要秉持誠信 建立適應 安平樂道 反而能有好的因緣愈合 好,我們寬陽一姐這個聊的意思就是說 人 你給他限制相愈合的人 可以 但是不要把它用力來做限制 我只跟有錢人和大家相遇 不願意那些事情小 沒有錢沒有事 這些人我就懶得見 這樣子其實是叫做 柳角尖式的代課之道 這樣反而會欠少知識 人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臭同氣太重 你是看有情人 你不願意跟這個有德性的 這個世錦小女 雖然沒錢 人家修養很好 有德性的人 你也不願意見 那這樣子在狹隘 所以應該要調整一下 所以白羊義告訴我們要秉持誠信 要建立師要安平樂道 那這些人 才是我們應該要跟他 有個好的因緣愈合 好,最後我們來綜合一下這一句 人生的過程中 每個人不知會邂購多少有緣人 雖說一切也隨緣 但自己也要知道 該如何取捨 其如何做 才能抓住好的貴人姻緣 天風垢掛 風雲際會 想的正是這樣的一件事 初六謠是邂購到女人 如果一相見女方 就很主動積極的 通常就是女強人型的女人 此質男方最好不要太照鏡 否則亦有兇險 九二陽 邂購的是一般的賓客 如果希望以後成為好朋友 應該宴請他 但代客要講究真誠才會有效果 九三陽 從只切割到自己不適合的人 為之魂無辜 因為不適合也躺在一起 就很像魂無辜 沒有皮膚行動很困難 而有不利的兇險發生 九四陽是九二陽的反向 拿了不是自己的余皆代賓客 意思是說 代客不夠真誠 結果被知道了 於何起了真職 這是很不好的兇險 九五謠講一位領導者 如何接待邪購的賓客 重點是要真誠而有內涵 無辜用心 光光環照來形容 是說 主人的代客 禮外皆美 代客的念行送禮都很得體 兵主儘快 所以方方的邂購 就像從天而降的嘉餘 美妙天成 來到上酒窯 代表借購於何之道 已達崇敬 生活圈小 借購不易 家丈代客之道很吝嗇 不夠大方 這是因為心胸狹窄所造成 雖說教有教不易 但也不自有兇險禍害 來讓你所補充的重點 在於真誠代客結善緣之道 九六謠的是好音樂 明白四方樓相繼 九二謠的是 你成誠才能結善緣 九三謠人與人要能相親和才行 九四謠明迴望義而交 是將有結善緣的大祭 九五獎領導者結善緣 要內外皆美才行 上九獎結善緣 要病緣落入九腳尖 好 所以我們這個掛 天風夠掛 蠻有意思的一個掛 他講的是 跟逐次相會的有緣人 我們應該怎麼樣子來盡待客之道 然後留下一個美好的善緣點 其實這裡面講的一個重點 當然以神相待的是一定要的 另外要能夠談得來 相契合到 另外絕對不要臨為望義而交 還有不要太狹隘 像鑽油腳尖這樣 好 以上是這個掛 我們到這邊先休息一下 我們到這邊